大家好,首先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我想新冠肺炎疫情令大家非常担心 其实我也很担心 现在香港确诊的人数已经到69人 其中昨天我们知道有多几位香港朋友受到感染,确诊了 其中包括有一位警员 原本任何人确诊我们都应该很同情很关心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但是令我很愤怒的就是知道 看到网上的一些言论,甚至一些议员的言论 就是说有个警员确诊,他们要庆祝,他们很开心 接着说很多很凉薄,没有人性,甚至很侮辱性的说话 其中包括一些议员,甚至一些政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网上我都看到 就说民主党在网上都发表一些这样的言论 去侮辱警察,以及去诅咒别人 今天在立法会,其实我们在开一个特别财委会 就是谈三百亿的撥款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 但是同样地,也有些反对派的议员就在上纲上线 又是针对警察,又是说一些这样的坏东西 所以这些,其实令人很愤怒 大家有没有留意,有些新当选的区议员 又或者一些政治团体 这段时间,说就说去关心市民 在街上派口罩或者防疫用品 但是他们要别人叫政治口号 什么什么诉求 又或者更离谱一点 甚至粘手把照片找拖鞋打 又或者一些官员想要找取博 才派一个口罩或者派一些防疫用品给居民 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帮市民 还是利用灾情、疫情 来去发表他们的政治诉求 这些人我觉得这些行为是不要得的 尤其是政党 其实身为一个政党 是应该令到社会和谐 不能发表一些仇警 或者一些煽动性 又或者一些充满仇恨 散播仇恨的一些言论 永远我都相信 爱比仇恨强 只有在爱的世界里面 大家才可以持续发展 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如果经常发表这些充满仇恨的言论 以及去做挑拨、煽动 挑动人家的负面情绪 我觉得这些是不要得的行为 这些人 我觉得做这些人是很没良知 也埋没自己的良知 我希望大家都去关心身边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角色都好 只要是我们认为 应该要关心 我们就应该关心 不要因为他是什么人而有分别 我希望香港是一个充满爱 和关怀的城市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地生活